义父们来了来了,元神三月大事件终于来了 一号星辰商店更新,可获得五粉球和五篮球 还没换的义父赶快去换 同时深渊刷新,达满可获得600元时 依然是4.4的怪物配置,都是老面孔了 非常简单,宝宝巴士 四号精通一用开启,可获得双倍天赋材料 大家可以去给喜爱的角色刷天赋了 也可以去给千只先提前准备一下 11号下午6点,4.6的新角色例会将会公布 五星坑位到底是谁呢 是仆人,是科洛林德,还是西格婉 到时候答案自会揭晓 12号至此4.4原版结束 13号4.5正式开启 千只一斗卡池上架 全新卡池,极鹿喜愿开启 里面包含了优拉,可莉,阿贝多 以及万众期待的猎人之境 等等一系列角色 武器 准备抽他们的衣服可以行动起来了 详细的卡式规则 我已经专门出视频讲过了 衣服们可以点击屏幕上的这个视频去看一下 千只传说任务开启 林妮特邀约任务开启 好耶,可以和老婆们贴贴了 不知道这次我们又会和千只林妮特 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 15号版本大型主题活动 生炼眼巧万侧金开启 这是一个有关炼金术主题的活动 我们需要通过培育药材 炼制药剂 售卖药剂 来为店铺提升营收 有点模拟经营的感觉 在经营店铺的过程中 我们还会遇到一些熟悉的伙伴 需要给他们交付满足要求的产品 其实就是模拟经营的突发事件 除了常规的原始奖励 韩可从这个活动获得一把满经的四行长枪 好耶,好耶,好耶 16号深渊刷新 全新的4.5深渊来袭 不过义父们这么强 打一个小深渊 肯定是不再花瞎了 26号左右 韩会从这三个活动里面再开一个 具体是哪一个 目前未知 需要耐心等待官方的消息 但420元时肯定是会安排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原神三月份的全部内容了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充实啊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下个月的4月12号 4.6前瞻直播将会开启 到时候将会给各位义父 有关下个版本的详细信息 以及还有300元时的兑换码 我也会整理好统一发出来 亲爱的义父 关注冰糖 原始不迷路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Respect 一定关注